歡迎大家收看Franne的新節目《酒後真言》 我們每一集都會為大家介紹一款酒 以及為大家介紹一下一些雞尾酒的配方 今集首先有來自上海的航返小酒 由Ryan Joseph Fragas 三位共同研究 去到上海尋找味道的靈感 當Joseph吃到六道門村麵的重慶味道的時候 就決定採用花椒的香味做出這支Gene酒的主調 還有加入了中國的佛手金、杏仁、桂皮、薄荷和甘草 配合烘那里的稻松子、芫荽籽、圈里根等等 建立它的風味特色 45.7度的酒精 並在山東鳳萊市的酒廠 盡量少批生產 韓反小酒帶有明顯的花椒香味 當中也會感覺到甘甜的甘巧和杜松子的味道 清爽油醇 尾調帶有溫暖、辛辣的口感 推薦可以用韓反小酒調製最簡單的Gene & Tonic 或者另一杯經典雞味酒來光尼 也相當不錯 配方在右上角就可以找到 多謝你收看Fran YouTube Channel 我是Ken 如果你有試過用這支Gene去調製一些好喝的雞味酒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所以我可以看他的 iti車 英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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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文